善才一个修学大乘人的榜样 这个人是谁呢 这人就是自己 你真正发菩提心修学大乘 你的名字就叫善才 善是什么 善根 才是佛德 你已经居足了善根佛德 你看 弥陀经上 世尊告诉我 不可以少善根佛德因缘的身别过 那么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叫善才 善根少了 佛德少了 因缘少了 都不能往生 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 弥陀经上写得这么清楚 要多善根 多负德 多因缘 一生成就啊 华严经 善才同志为我们实现 一生圆满 全队 全队就是圆满 不是纷阵 哪些是纷阵呢 华严经上 从初诸以上到等队 这四十一个位词 叫分阵 全阵呢 那是妙诀位 等队上去就是妙诀 究竟圆满的佛果 叫全阵 他真的叫戒全阵 未未读全阵 年旧经位是四十二个位词 四十一个是分阵位 最后一个是语言阵位 也就是此地讲的全阵 所以一定要懂得 这个善才表发的意思 千万不要误会 真有善才这个人 那就到哪儿去找去 华严全是表发 人人都是善才 称童子 同真 天真 满满 没有一丝毫污染 没有污染 没有分别 这称之为童子 所以你懂得它表发的意思 我们才能真正在华言里面学到东西 这个人是不停地 好 谢谢 谢谢观看